丁女士介绍,她这套房子在杭州宇航区西西曼哈顿,记者咯噔了一下,这属于杨帝明应该要整改的。 到现场一看,小区外面的名字不知道是掉落还是特意处理掉了,不过后来在物业办公室看到的还是西西曼哈顿。 回到丁女士的问题,2020年她跟杭州西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了一份房屋出租托管合同,租期从2020年4月10号到2022年3月9号委托期每月租金2500元。 丁女士说,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她,地址被注册的时间是2021年7月13号。 房产证当时是给那个复印件是给到那个中介公司的,但是我也不知道中间这个环境是怎么回事,我直到昨天才知道我的房子被人注册了,后来警察联系的,警察给她打电话她也承认了,但是她不承认是用了我的房子,她说只是当时有一批房子,曼哈顿的一批房子,然后她是拿了这些东西去做, 然后其他,但是她不承认说,就是您的这个房间,她没有记忆了,您这个房子我有没有做,我没有记忆了,但是合作期,这个是属于我跟她的合同的合作期有效期内,她拿我的房子去处理的。 丁女士一直提到的她,是当时负责签合同的业务员小猪。 昨天派出所打电话,我也是一样的,我说这个事情我不清楚,我都离职好几年了,我不知道。 您什么时候离职的? 我离职好长时间了,有好几年了。 她说中间有一批房子,说是注册地址被出租了,公司有这个事吗?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,我不知道呀。 她非要,刚才非要跟我说,什么派出所跟我说,我都承认了,我压根都不知道这个事情,她是故意诱我话,说给你们听吧。 杭州西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在宇航区盛澳名座,丁女士找了过去。 603,这是603的。 这边有没有? 哦,这边,这边。 602? 608? 没有601这个。 没有。 你去后面那个地方看看有没有? 好。 你去那边看一下。 这个黑的。 对,对。 对,这边应该也只有,并且没有公司。 没有,没有,没有。 这边没有门牌。 没有601啊。 没有601啊。 没有601。 丁女士说,之前已经向渔航区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举报。 最后弄下来的结果也就是说,把他们报成异常,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就是, 处罚,这些东西都没有,就只能自己承担。 地址现在已经签出来了吗? 还没有,至少她说要5个工作日。 杭州渔航区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他们已经结案了。 现在这个地址可以正常用来注册公司。 用我的房子去注册,然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确认我是否知情。 那么如果这个公司是皮包公司,或者是有问题的公司,是不是也会都来找我? 杭州市渔航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,他们的审批都是按照流程操作,符合规范。 如果业主担心自己的房子出现类似问题, 可以到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的窗口办理警示录入。 丁女士自己也想到了防范措施。 大家以后在出租的这种情况下,出示了您个人信息和房产证的情况下,最好是打个水印。 当时我是没想到这些,就直接寄过去了。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